为什么中医说精不足多欲 气不足多时 血不足多眠 在中医的世界观里 身体是一个由精 气 血 三者精妙平衡的系统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老祖宗留下的家传秘方 但别小看了这些古老的智慧 在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中 这些看似老掉牙的理论 其实还蛮贴近生活的 为啥中医会说出这样的话 精不足多欲 气不足多时 血不足多眠 一 中医对精 气 血 理论 中医学里头 有这么一套说法 人的身体好比一座园林 而精 气 血 就是维持这座园林繁盛的三大支柱 精 是指人体内的一种基本物质 负责滋养全身 气 可以理解为人体内的动力 推动身体的各种生理活动 血则是营养和滋润全身的流体 这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咱们的身体才能和和美美的运转 二 精不足与多欲现象的内在联系 提到精不足多欲 你可能会想 这不是矛盾的吗 按理说精足了才会多欲啊 但中医的观点是 肾藏精 精能生髓 上冲脑海 关系到人的生殖和生长发育 精不足就像是园林里的水源干涸了 本应滋润的花花草草就会枯萎 这时候人的身体就会本能的寻找补救的办法 表现出对水源的渴望 也就是欲望 这欲望并不是实质的满足 而是一种身体的求救信号 你看 肾经亏虚的人往往意志不坚 心火上浮 压不住那颗躁动的心 这时候 心里那个小魔鬼就会趁虚而入 让人容易被欲望所左右 所以啊 当你发现自己总是想住那档子事实 可别沾沾自喜 这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暗示你 我的肾经不足了 中医会建议两条路 一是要懂得节制 别让欲望成为消耗你肾经的无底洞 二是要补充肾经 让它去压制那无端的心火 至于怎么补 中医有一套方子 比如无子眼踪丸 但这得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毕竟补也是一门大学问 三 气虚引发的饮食过量问题 在中医理论中 气是推动身体所有生理活动的动力 可以说是身体的劲 脾胃 脾胃是气的源泉 好比是一个家庭的厨房 气虚就相当于厨房的火力不足 食物难以转化为身体所需的能量 当气虚时 人体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补偿机制 那就是增加食物的摄入量 以期望通过增加能量的供给来弥补气的不足 但问题是 气虚的人吃得多并不等于吸收的好 这就像是 你的炉火不忘 不管往锅里加多少柴火 煮出来的菜也是半生不熟 所以气虚的人往往吃得多 但营养吸收效率低下 身体状态依然差强人意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时候中医会建议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 比如说 少吃生冷油腻 多吃一些温补的食物 像是黄芪 党参等 它们可以帮助健脾气 中医方济中 四菌子丸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它由人参 白竹 茯苓 甘草组成 旨在补充气血 增强脾胃的功能 这方子在现代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有文献指出 四菌子丸中的药材成分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提高消化吸收效率 对于改善气虚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四 血虚与过度睡眠的相关性 再说说血不足多眠的问题 在中医看来 血是滋养身体的根本 尤其是对心脏和大脑的滋养 血液不仅仅是在体内循环的红色液体 它还承载着营养和氧气 为身体各处提供必须的物质 血虚就好比是河流的水量减少 岩岸的植物就得不到足够的滋润 结果就是植物枯萎 河流两岸的景象黯然失色 心脏在中医里不仅仅是泵血的器官 它还关联住精神和意识 血虚的人常常表现为心神不宁 容易疲倦 需要更多的休息和睡眠来恢复体力 但与气虚类似 血虚的人睡得多也不一定睡得好 因为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不足 无法有效的滋养心神 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常常是睡不饱 起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中医会推荐补血的食物和药物 比如红枣 当归 黄芪等 这些都是促进血液生成的好帮手 龟皮丸是一个常用的补血方剂 它以当归 白竹 茯苓 制甘草等药材组成 用于养血和安神 现代医学研究意表明 这些药材含有的活性成分可以刺激造血机制 改善血液质量 五 调整生活习惯 重塑气血平衡 在中医的养生哲学中 生活习惯对于维持气血的平衡至关重要 比如 适度的运动能够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促进气血的生成和流动 但是 运动的强度和时间必须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调整 过犹不及 另外 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同样重要 晚睡晚起会损耗阳气 而过早起床又可能伤己阴夜 中医还强调情质调养 认为情绪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气机的升降 进而影响到气血的生成和分配 例如 忧郁 怒气等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舒缓 就会导致气质血淤 久而久之可能形成疾病 因此 培养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 如练习冥想 瑜伽等能够帮助调和气血 促进身心健康 六 中医调养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在现代社会 中医的调养方法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 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 例如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饮食的健康 中医的饮食调养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中医推崇的食疗 就是根据个人体质和四季变化 选择适合的食物 既能满足口腹之欲 又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这种理念在现代饮食文化中得到了体现 比如注重搭配重视食物属性和季节性的饮食习惯 此外 随助科技的发展 现代医学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例如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研究人员已经在一些中药材中发现了能够调节免疫系统 改善血液循环的活性成分 这些研究结果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让更多人接受和理解中医的养生理念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我们不妨放慢脚步 倾听身体的声音 适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同时我们也应该开放心态 接受不同医学体系的优势 让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健康和谐的生活